没想到佐柱居然碰到了雨智波光 此时都再次叛逃木叶的消息惊动了整个木叶 名人进行了一番分析 如今大统木仪是已被打败 他们唯一的敌人就只剩下灰叶和黑爵了 他猜测都被带走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对方看上了都操纵绘图转生的能力 听到名人这一句 飞奸称赞名人总算不再像忍战石那么天然呆了 他认为不久之后灰叶就可能会大肆进攻忍戒 目的是再次收回他所谓遗失的查克拉 眼下要做的就是立即召开无影会议告知各个村子 同时通知大蛇丸做好发动绘图转生的准备 必须尽可能地赶在兜之前将那些强力的忍者绘图到自己麾下 名人虽然很反感使用绘图转生 但眼下即使自己不使用 那些适者也会被都给召唤出来 他由于片刻后同意了飞奸的提议 这件事就交由绘图转生的创造者飞奸 可将绘图转生发扬光大的大蛇丸一起来完成 见任务安排完成 单看着名人说道 只有六道级别的树才能对灰叶起作用 所以他让名人在大战前必须重新掌握六道之力才行 名人点头表示自己知道 在火影之余的时间他会寻找提升实力的方法 班文言呵斥了名人一番 他认为现在可没有时间玩火影那种过家家的游戏了 他让名人暂时将村子事务交给日长或者卡卡西管理 接下来的时间名人应该专心修炼 这话一出 本在一旁吃瓜的二人顿时心惊 卡卡西倒是还好 但日长可是当了快五十年的火影 好不容易回到阳间连享受一下都不行吗 卡卡西看出了日展的想法 于是主动提出了这段时间就由他来暂带火影之指 班文言点了点头 之后他看向名人又问道 佐助那小子到底怎么回事 自从上次分别后就再也没有对方的消息 名人听到佐助的名字情绪一下子低落了下来 先前他曾让佐警用大鸟通知佐助回村 但一直没能联系上佐助 对方仿佛在人间消失了一番 远在北方严寒之地的佐助不禁打了个喷嚏 他身边身穿黑色衣服的小女孩上前关心地问道 你没事吧 佐助师傅 而这小女孩赫然是战国年代的雨智波光 佐助遥望着木叶村所在的方向 时隔一年多 也是时候回村了 这时在图影村的墓地中 数个忍者正看管着刚逝去不久的大野木遗体 突然一个身穿红色斗篷男子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还没等这几个忍者反应过来 一股良意就从他们的脖子处传出 下一秒看守的忍者齐齐倒地 都轻蔑地表示真是一群废物 之后走到大野木的墓地前露出了一丝冷笑 强力忍者在嘉一位 和图影村的情况相同 各大国在一夜间都相继发生了相同的情况 有着多年挖坟经验的都简直是轻车熟路 几乎所有强者的尸体都莫名被倒 仅仅两天时间 都便再次打造出了一只比忍战时更加强大的绘土大军 这时在月球上 灰叶找到了先前被普世封印的大桶木射人 他将射人的查克拉吸收到了自己的体内 在射人查克拉的推动下 他的白眼成功进化成了湛蓝色的转生眼 在灰叶袖袍中的黑绝节节坏笑 眼下只要普世那边再抓到巴维奇拉比 就可以再让这个世界感受下 他被封印所受的痛楚了